日前汽车员宇宙获取了一组丰田全新一代凯美瑞车型外观渲染图片 新车预计将于2024年或2025年内正式推出 新车头部换装了更大尺寸的熏黑网状格栅 两侧升级了造型较为狭长AD头灯组 车尾部分预计将裁隐藏式排气布局 尾门上方还提供全新贯穿式LED尾灯组 据悉 新车将基于TNPAK平台所打造 预计车身尺寸相比目前在售车型将迎来大幅提升 而动力方面 新车也将继续搭载2.5升油电混合动力引擎 并有望首次推出2.4T车型供消费者选购 传动系统也将配备8速首次一体变速箱 部分车型还将提供4区系统